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低阶的买盘真的很积极 很明显的低阶的买盘是很积极的 所以现在的盘式还是一样进入了以盘带跌的一个状况 记得是以盘带跌 然后另外就是长空短多 因为它毕竟就是在盘整的一个状况 所以基本上来讲 盘式的走法就是类似像这种走法 会比较没有方向性 所以当你在做破断的部分真的要小心一点点 然后如果假设你是在做当冲的部分 还是一样的 因为长空短多 所以盘式进入了什么 7880 应该对不起 应该是昨天的7875 对不对 你看今天有没有打到7875的时候 是不是拣一下 拣完之后有没有 路股往上拉的时候就冲出去了 所以我们在追关键价位的关键点栏的时候 重不重要 很重要 对不对 所以因为指数又重新站回了7875的大量成交区 所以现在还是进入了一个 横盘整理的部分就是请你小心的做多 跟小心的做空 又来了 所以盘式就这样 没有关系 那个赌场耍老千有没有 当然你也有耍老千 要有保护自己的方法 对 我们要保护自己嘛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不管我们进了哪一个赌场 即使是奇货市场 一样的我们要有一个保护自己的想法 但是不要忘记了 这样教大家一个新法 因为老婆永远是对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一定要把这句话记起来 不管控盘手是谁 他把盘式控成这个样子 市场永远是对的 不要去跟市场争论 我这么说好了 如果假设跟你讲是A耍老千 B耍老千 有用吗 你也改变不了事实 所以你只能顺着它去控盘的方向去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你看 这一个礼拜以来 从异化代班一直到现在 监安是不是说跟他讲 一定要记得交易新法 最重要的是什么 来 我们把这个交易新法省略 就是这个东西 有没有 监安是不是跟他讲 这一个礼拜是不是说 请大家小心的做多 跟小心的做空 对不对 如果假设你没有听进去监安老师的话 我跟你讲 如果假设你操作破断单了 我跟你讲 你就会扒死了 而且扒到快吐血 有没有 吐血吐奶 全部吐光光的 为什么 因为你都时程的多单进去 然后开地的时候 你停损 停损做空完 最后拉起来 又做多 有没有 你会发现 你这样子操作真的是不行的 监安教你的一定是对的 一定要把你的资金控紧一点点 现在没有方向 就把你的资金控小一点点 只是维持盘感而已 不是要去赌输赢 这样了解 所以当你了解了 你觉得对你有没有帮助 应该有吧 老婆永远是对的 市场永远是对的 请你记得要小心的坐多 跟小心的坐空 反正现在就没方向 就不要乱赌 我们来发顺风车就好了 没错 不要硬要去跟他对抗 而且重点是 关键价位站那边的时候 假设你苗头不对 就跑了 你就好了 不就这样吗 所以操作也很难 真的不难 要跑快一点就对了 不要乱乱乱 车已经开车了 还没车没车就糟了 那重点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到底今天的筹码 到底是长怎么样 大家应该很关心 其实今天看起来很刺激 对不对 对啊 但是我们看到筹码之后发现 其实外资三大法人 好像也没有很刺激 很淡定 对 都不晓得谁在搞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筹码的部分 来 首先我们看一下 三大法人外资 在现货的部分 一个筹码的变化 你有没有发现外资 0.9亿而已 对 不是阿迪亚打错 不是90亿 真的是0.9亿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根本就不是三大法人在控盘 为什么 因为三大法人才买超了3亿 所以又是3万的 对不对 一个人 我们没有办法追踪到筹码的 那一个人在控盘 所以还是一句话 即使我们进了 那个耍老千的赌场 有没有 没关系啦 反正就顺着盘式去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所以三大法人今天没有太大的一个动作 所以没有什么参考价值 那重点就来了 这个 取货的部分 外资本来有留有空单 1万6000口 对不对 那我们看一下 它今天到底有没有回补 好了 我们看一下 诶 Bingo 有回补 可能被嘎到了 你看外资最近真的是也很惨 有点痛 对 真的有点痛 我认为 我认为那只手真的是冲着外资来的 真的 所以它故意要去擀外资 我的认为是这个样子 所以等一下 今天再告诉大家 为什么这么做 好 外资的部分 它总共 把它的空单回补了3457口 所以进空单来到了1万2千口 那资金商压对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它把它的多单稍微平仓了896口 所以进多单5千7 所以这样加一加的话 有没有发现 越来越少了 对不对 将近5000多口的大资子的一个空单而已 所以目前看起来真的 三大法人进空单的部份 真的有被嘎到了 好 所以那只手还蛮厉害 应该有替我们一般散户 有没有出了一口气 不然都是被外资赚走 这样也不行 对啊 最近都说是法人盘 怎么可以这样呢 看起来都是这样 那两个人在对打 好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选择权 选择权是最大空单的一个布局的状况 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有没有回补 如果真的有回补的话 真的就痛到了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基本上没有 你看外资有没有加空了6148口 然后它的进空单来到了61479口 然后今天跟大家讲 这个外资的选择权的部分 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讲 这个是避险的空单 因为为什么 你没发现 这一个月从开仓以来 它大概都维持在5万口上下 都没有太大的回补 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 都没有太大的回补 所以它是避险的空单 也就是说它在避那一只手 如果假设推太用力的时候 它可以从那个地方赚到钱 所以那个是个避险空单 所以没有太大的参考价值 外资下也有点怕那只手 对没有错 所以厉害的地方就是自营商 自营商在选择权的部分 还蛮顺势的 真的还蛮厉害的 真的 这是真的要给它像脸书一样按个赞 按1000个赞好了 那今天有没有把它的空单 把它回补了2万4千多口 所以基本上进空单来到了9万4千口 那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就是将近13万14万口的一个进空单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还是属于高水位 因为就光看那个自营商的部分 也有9万口 也算是高水位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好 那另外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一个数字 就是我们大家每一天都会追踪的 poco Ratio 那昨天的poco Ratio 是来到了0.75 那今天的poco Ratio 有点往上升的一个现象 0.79 好你告诉你 有慢慢往上升 慢慢有往1靠近的一个状况了 0.79了 了解 有多方战斗力提升一点 对有一点提升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低档买Q的你真的有赚到 所以今天早上有去抄底就对了 OK好 但是既然不是鼓励你去抄底 不建议因为这个是逆势的一个做法 好 那我们来看 我们还是要帮大家追踪一下 就是观骨航库的一个部分 到底有没有买卖操嘛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 对不起 这个数字是前天的买超6亿 不一样 我们不要看这个 我们看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 我们要看一下 每一天的多空加账点位 这个比较重要 我先打一张图给大家看 这是台子旗的日内的走势图 也就是说今天的走势图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很明显 你有没有发现 在这个地方 既然有帮大家追踪的 是不是昨天是7875的一个大量成交区 对不对 就是在大概是这个位置 这么准 对所以你们发现 当它打下去拉起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横盘整理了一下下 对 然后感觉好像又下去了 但是就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底下是不是成交量 真的把它突破的时候 这时候你就必须要把你的观感改过了 为什么 因为大量成交区被突破了 这时候你当然就是要 往偏多去思考嘛 你有没有发现 关键点位重不重要 很重要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今天还是讲一句话 我这么说好了 多空关键点 假设我跟依法打架 他做多的我做空的 我们两个在某一个地方打架 然后呢 假设价位离我们那个打架的地方很远 我们两个根本就不会出力啊 就会太远了 但是如果越靠近呢 两个就会出力 就越大力 我觉得他把你打败嘛 对 没有错 就是这个概念 你这样了解吗 所以这个概念这么重要 很重要喔 所以如果假设每一天 帮你追踪的多空数字 你该把它记起来 好 那既然它已经占回去7875了 对不对 那当然我们就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的多空交战的地位 位置到底在哪边喔 用纸笔把它抄起来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会对下个礼拜 会比较有帮助 然后呢 我讲完数字之后 再告诉大家结论喔 好 那我们看一下低档 低档的部分就是7875 维持在这个数字喔 因为底下总共有30万口的交战 有30万口的交战 所以它蛮具参考价值的 也就是说多方不能再跌破7875了 因为很明显嘛 今天已经占回去了 对不对 但是重点来了 什么意思 你不要以为这样子 高新的很早要往8500冲了 没那么快啊 基本上上面的压力也是 压力重重喔 不要忘记了 还有一个多空交战的点位 就是这个位置 8020喔 了解喔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就以现在目前的位置 距离到8020的话 它总共还有将近15万口的 一个口数要去克服 所以如果假如克服了过去的话 8020才会站得上去 但是 不要也是一样 不要高新的太早 因为还有一个东西 还有 因为打到家门口的时候 总是要出力一下 对不对 不要忘记了 我们的多空 未平仓的那个多空成本 在这个位置喔 8083喔 所以其实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压力很大啦 没有办法很快的就可以突破了过去 所以看到这些数字之后 今天还先给大家一个 最后一个结论 目前看起来 就是多空双方交战很激烈喔 所以到下个礼拜三 今天真的可以 可以大概可以判断得出来 到下个礼拜三 应该都是这种走法 所以你不要太其他 就可能连涨了三天 或是连跌的三天那种 基本上应该看不到 因为两个 两只手实在 互相都有用力了 怎样了解喔 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个数字之后 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 这个应该怎么运用了 好 那最后的我们还是来看一下 就是选择权的最大未平仓量 但你框在哪边喔 然后数字没有太大的变化 所以我直接念给大家 目前看起来 还是框在7800跟8000点左右 还是框在这两个区间 其实基本上跟我们 所多空交战的点位 还蛮类似的 差不多啦 200点左右 对 所以重点 就是这个样子喔 好 那讲完这个之后 还是一样要拉回来 每一天还是要看K棒的颜色 张老师 那你那个蓝领带 什么时候要换掉 对啊 可以换掉 看腻了 对不对 对 看腻了 那问题就不要揉起了 也不要讲了 所以大家看一下 每天还是要做 懂得顺势交易 那K棒的颜色 就是要告诉你方向 到底往哪边走 这帮车 是要对台中站 塞翁座影 还是要对队 现在看起来 在台中站 越来越过去 对啊 连米新店 连米中华 都过去 都两个多 区间车啦 对 没有错 然后记得喔 每天进其货市场操作 一定要懂得顺势交易喔 因为下一根K棒怎么走 真的没有人知道 不要去猜 就好像谁知道 那个错帐给他打下去 可以涨50点 对啊 那个路股涨50点是很凶的 因为那边是2000多点而已 了解吗 所以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人知道 不要去猜喔 然后我们只要懂得 去追踪惯性就好了 到底现在是偏多的惯性 还是偏空的惯性 还是偏盘整的惯性 重点还是在惯性喔 好 那惯性找到之后 那怎么怎么弄呢 就用颜色管理的概念啊 看到红K棒记得 对不起 看到红灯会停下来 看到绿灯会走过去 这就是最有名的颜色管理的概念喔 好 那就把它画到K棒去嘛 当然就是看红K棒 就记得做多 当你看到蓝K棒 就记得做空 看到黄K棒 它就在盘整 就这么简单 所以讲完这个准则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日线级的K棒 是不是真的就还是处在 那个蓝色的K棒 今天看起来是开低走高 应该要变一下 变一下颜色的 有变吗 我们看一下 会不会是因为我什么 这个匆忙当中 你应该打错了 打错了 好 我们看一下大电视 答案揭晓 并没有变耶 没有错 1234567 一个7天的蓝色 7天都在蓝色的K棒 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段的走法 像不像这边的走法 很像对不对 很像 这也就是之前 有没有跟Yva讨论过 这一段是不像 多方趋势的多方趋势 对 然后这一段呢 不像空方趋势的空方趋势 因为两只手都卡住了 所以目前看起来 非常难操作的原因 就在这边 所以今天已经给大家三个结论了 不晓得有没有记起来 记得 现在破断没有方向 请你要小心 现在最好的状况 就是以盘带点 那最好是用日内走势处 去做当冲 那请把你的部位 给它控紧一点一点 然后到下个礼拜三 应该就会框在 今天跟你讲的那些点 会在那边晃动 所以第一开始的时候 今天就把大盘的部分 先做一下交代 对 好 不过前男哥 现在看起来只有200多点的一个 这个框架 对不对 就在这个区间当中 这样上上下下震荡 而且来看到长期来说的话 还是一个比较偏蓝 比较偏空的走势 对不对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们是不是趁这个时候 干脆观望一下 转换来来练功 练武功 练 本来是拍照的 其实就是要练功 了解 你怎么练功呢 不是只是嘴巴讲一讲练功 对啊 不是去拿那个什么武侠小说 来看一看就变好了 不是这样子 要实际上好 那今天昨天有跟大家讲 花了很多的时间 跟大家讲心法跟计法 对不对 其实刚昨天 心法 易华问我一个问题 什么叫心法 对啊 什么叫心法 其实把它总概而论的话 其实心法就是观念 然后你的观念一定要正确 其实很多人在操作期货 或者是操作股票 观念是错误的 错误的 真的 而且错误非常 就会赔钱对不对 而且是错误非常非常的严重 但是都没有人点请 你知道吗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今天不是有说过吗 今天是不是在拍个人写真集 对 对 不是啊 你待会拍出来会变什么样子 我绝对不会看到我个人写真 真的在拍这个教育练工坊 对不对 因为今天要告诉大家 怎么样练你的内功 把你的心法练成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每一集的过程当中 今天要会花五分钟的时间 告诉你交易会遇到什么问题 而且我会告诉你解决的方案 不是把问题解出来而已 还会告诉你解决的方案 目的就是为了要让你学习功夫 从内功跟外功两个一起下手 不要说建安老师也是普通工 每天就红K棒 蓝K棒 这样而已 不然厉害了 你错了 建安老师厉害的地方是 告诉你内功跟外功 到底要怎么样做搭配 这个真的很重要 那建安在之前有没有 不是有讲过一集就是 孙子兵法的那什么史记篇 对 还说是古早人对不对 对古早人 孙子兵法的史记篇在讲什么 就是要让你知道什么叫风险控管 那你知道光风险控管 你要懂的东西有多少 你知道吗 根本就不知道对不对 那今天有没有 建安偷偷的截录一下 里面的一些东西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什么东西 好 来 我们看一下 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讲说 孙子兵法的史记篇 会告诉你 一定要懂得要去计算 到底你获胜的几率高 还是失败的几率高 一定要记得 那这个划到我们交易的时候 其实就是这句话 就是你一定要懂得风险控管 如果你不懂风险控管的话 我跟大家讲 你就落入了叫做平感觉进场 真的很危险 那你知道吗 光风险控管 总共有多少议题 总共有这三种议题 哪三种议题 第一个 你一定要懂得资金控管 第二个 你一定要懂得散射停损 第三个 你一定要学会善用工具 好 我举个例子好了 我们就光一个资金控管好了 很多人可能不晓得 资金控管有多重要 我考考易华好了 要考试啊 要考试 对 好 我们想一下 为什么要做好资金控管 你知道吗 好 我这么说 其实在台子企的历史上面 遇过很多把人家扛出去中的事件 什么叫扛出去中的事件 这么严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从市场毕业 还记不记得 总共有三次 我让你稍微瞄一下 让你知道一下 当你做不会资金控管的时候 你真的终于一天会被扛出去中 是从这个市场毕业 你的保证金户头归零 搞不好还负债 真的是很恐怖 很恐怖 到底有哪三个事件 我们给他想 如果你做不好资金控管的话 你真的会遇到 为什么 资金控管的目的就是为了 要让你长期生存在市场中交易 这个很重要吧 防止一次性的毕业的可能 你看到 还记不记得之前 是不是有个319枪极案 是不是两颗子弹 对不对 结果连跌停三天 跌停三天 你看到的是大盘跌停 不是个股跌停 你看那个力量有多大 也就是说你在前一天你是压多单的 你不懂资金控管 你隔天 你只要一天 第二天你就被断头 而且你要赔钱 因为已经over loss了 了解 所以很恐怖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那除了这个以外 还有记不记得有个911恐怖 这个更恐怖 对更恐怖 对美国的关系 那你就说这都跌停 为了不要做多就好了 真的是这样吗 不要以为有没有 做多遇到鬼 你做空就不会遇到鬼 也会啊 为什么 真的是喔 还记不记得429 MOU 不是签订MOU 开放入资来台 结果连续涨了三天的涨停板 有没有印象 有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资金控管 那么一样的重要 就是为了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 就是让你一次性的毕业 所以重点是什么 健安有没有 花了那么多的时间 去跟大家论述这个东西 其实目的就是 要把这些东西 把它录成DVD 让大家能够看得懂 哦 原来资金控管那么样的重要 所以啊 等健安把这个交易链工坊 录制完成的时候 再开放给大家来索取 但是不是今天喔 好 这样听起来资金控管 真的非常重要 你不要一次全压嘛 全压到时候 通通被吃掉了 就是归零 什么都没有 甚至还会赔钱 好 下半场我们要来谈的是什么呢 现在来说的话 当充技巧 怎么来拿捏啦 真的好难喔 越来越难操作的盘式 该怎么办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到其他论坛 很多人睡不好都会来找我 其实我自己呢 也有睡不着的时候 有时候问题 就出在床垫上 在床的世界 找到一张好床 连请去都好有学问喔 照顾我的健康 我在床的世界 找到另一种专业 全管床垫五八折 出清品再想10%回馈 请来床的世界 88路线进站 本车开往海域大道 第二杯半价一共88元 台股受到激励 家人居住开盘上涨88点 所有的消息店送到 三立财经台在88频道 赞一华 蔡伟廷 李星云 杨一梅 陈书贤 王志玉 财富的起点 就在三立财经台 锁叮巴巴每天发发 追求财富自由 复制成功方法 扩大您的财富版图 每个人都是投资理财的最佳导演 0R25068911 0R25068911 伸展 然后慢慢起来 吸气 好 吐气 有没有觉得你的肾脏活化 在洗泡温泉的时候 做这种做新行为 那后来就干扰到肾脏上去 要整个肾脏的化妞 所以很危险 所以是因为温泉 本来它里面的 本来就不脏 那你在做新行为的时候 会把那脏东西带进去 杨桃里面它有一个神经毒素 只要你肾功能不好之后 就很难排泄掉 那洗肾病的完全都不能吃 好 是一点都不能碰 吃了你整个就会晕倒 请锁定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106-8911 威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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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啦 喝得好吗 你先看看吧 好 威大利 威大利的金黄色 不是色素 是维他命B2的原色哦 這個比較健康 為生活加味 菊屏乌海苔 喂 欢迎回到旗海论坛第二阶段奇局看台股哦 赶快请建安哥帮我们传授一下当充技巧 要怎么来掌握 好的好的 建安有说过只要破断单 方向不是很明确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还有一把屠龙刀 就是当充的部分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当充的部分 那到底当充要怎么做呢 很简单哦 大家记得 其实威大当充顺势盘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 就用3分钟的K棒或者是10分钟的K棒 3分钟跟10分钟可以的 那今天还是一样以10分钟的来讲 那3分钟的部分 还是表现得比10分钟还好 但是我还是用10分钟来跟大家讲解 好 那准则是什么 因为今天有没有还蛮精彩的 所以黄K变成蓝K的时候 懂得进场做空 而且是在下一根的开盘架 进场做空哦 不要忘记了 好那带进要带出对不对 蓝K棒转成黄K棒之后 请你下一根的开盘架把它拉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做多勒 当然就是 黄K棒转成红K棒 请你进场下一根的开盘架进场去做多 那做多完之后 当然就反过来嘛 对不对 红K棒转成黄K棒之后 请你下一根的开盘架把它拉出来 这样就是完成了一笔多单的交易 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齁 所以准则就这么简单 看K棒的颜色 然后记得是下一根的开盘架去做动作 这样就可以了 好那我们来首先我们看一下 那个大电视 这是台子骑的10分钟的K棒 有没有很精彩 对不对 那些个黄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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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有啦 全部都跑出来 所以我解释一下 这台子骑了10分钟的K棒 开盘在这个位置 然后收盘在这个位置 所以一开盘的时候 是不是蓝色的K棒 对 没有错吧 所以我们是不是下一根的开盘架 7812 进场做放空的动作 那7812做空 做空之后 是不是被拉起来了 对不对 又跟昨天一样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在7852把它平仓出场 OK 就结束了这一笔的空单 对不对 那完了之后 是不是进入了黄色的K棒之后 黄色转成红色 是不是要做多了 那当然就在下一根的开盘架 7872做多 那做多完之后 是不是因为路骨的关系 又拉上去了对不对 好那就搭顺风车 遇到黄K棒的时候 第二根7919把它平仓出场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第一笔有没有是小赔的40点 然后第二笔的话 是小赚的47点 所以这样加加减减的话 今天就是小赚7点安全下庄 所以你看 如果假设你没有运用K棒的颜色 你今天早盘 搞不好会跟昨天一样 是用凹单的动作 一空下去之后 使不认错的时候 拉起来到最后 看到路骨拉起来的时候 你觉得那什么 那个整个海料料 整个盘是都挂了 这时候有没有 你就把你的空单 刚好停损在最高点 这样了解吗 所以一定要顺着K棒的颜色去操作 千万不要有自己的感觉 这样了解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 当你没有方法的时候 这样都替大家担心 因为当你使用错工具的时候 你真的会不知道 到底哪里该做空 而且当你做错方向的时候 你一定会做凹单的动作 但是工具不会 工具会提醒你 要懂得要转方向 不信的话 我们看大电视 这是台子齐的10分钟对照图 很明显的一开盘的时候 真的是要去做空 没有错 因为右边的K棒 是蓝色的K棒 没有错吧 但是遇到黄K棒的时候 要懂得出场 不能再死凹单 那你遇到黄K棒 是不是进场做多 是不是又把前面 赔的全部捞回来了 这样了解吗 所以运用K棒的颜色 有没有很落差也还好 对不对 但是这个礼拜的确真的是 比较难操作 所以又到了回顾 我们一整个礼拜的一个状况了 所以我们一天一天来检视一下 我们看看礼拜一 礼拜一的状况是不是 小赚一点 今天老师 一点你也敢说 没有啦 今天老师跟你讲 我就是说实话 他就一点了我也没办法 对不对 这是礼拜一 礼拜一的时候就是一点了 好 然后另外一个礼拜一 还有因为15分钟判断错误 所以他小赔了13点的价差 这是礼拜一 所以赚一点跟赔13点 这是礼拜一 好 那我们看礼拜二呢 礼拜二的话就状况比较好了 因为大涨 所以是赚了43点 对不对 还记得嘛 好 那礼拜三的部分呢 就比较不优了 为什么 因为第一笔单是小赔10点 第二笔单是小赚6点 那因为也有一个15分钟的K棒要交代 是小赔了11点 了解 好 那礼拜四大家都知道嘛 开地走高 这样是不是有说 这个是最难操作的 小赔了 应该算大赔 大赔了60点 那今天呢 是不是小赚7点 有没有发现 这样加加减点的话 其实这个礼拜大概就是37点的附价差 对不对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所以这个礼拜真的是比较难操作 但是重点来了 不管它难操作还是好操作 一定要有准则 今天告诉你就是简单的准则 不要想太多 心法跟技法 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在技法上面 因为技法已经准备好了 不要再花时间在上面 你应该花很多的时间在心法上面 了解吗 也就是说 当你在操作齐温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 没有方法 你想像一个场景 就好像高速公路上面 有没有 而且你是晚上的时候 很可怕 对 你想要从台北开夜车 有没有 开到高雄 那一天是晚上 而且又下大雨 下大雨 那你的雨刷 对不对 让小鸟又派起了 你再带墨迹就会差 为什么 这个场景看起来 迟早会出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在操作齐温的过程当中 千万不能把自己 避到这个绝境 所以怎么办 还是一样 应用今天告诉大家的 应用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的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好像 今天在奇亚论坛告诉你一样 请你机率的操作 按表操课 市场自然而然就会给我们答案 到底吃到bonus 还是我们小蛋糕整个都用棒去 都没关系 了解吗 好 简安哥 下礼拜怎么来关盘呢 现在会不会 又跟这礼拜一样 这个上下的波档起伏很大 好 我认为 如果盘是要精彩的话 应该是下半周 也就是礼拜三结算完 所以礼拜三之前的话 应该就是框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一样记得 是小心的做多 跟小心的做空 如果假设你不积极的 就像简安讲的 你可以先退场观望 不要进去黑白 黑白在那扫就好了 那礼拜三比较重要 那一样记住重要的点位 7875跟8020 对 好 7875跟8020 赶快拿笔记抄起来 下礼拜就依这两个点位 来操作 会比较妥当一点 好 今天起来的观看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礼拜一同时间再会了 拜拜